歡迎收看今天的房市關鍵報報 我是陳文鑫 馬上來關注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現今買房購置車位已經成為了趨勢 但平面車位不僅數量少 價格相對也比較的貴 不少民眾會選擇購置機械車位 然而近期發生的一起機械車位 假使人的意外也讓民眾開始關注 起機械車位的優缺點以及安全性 機械車位因為便宜藏在許多人的考量當中 但缺點就是拿車時間較久 故障報修率高、養護成本高 車位較小以及車種受到機械本身的限制 然而雖然機械車位通常不太討喜 但如果當初買車位時挑對車位品牌也就沒那麼糟了 房產專家10位表示 車位品牌應以大廠牌為主 如市面上大品牌造價約25萬元 無牌的為18萬元 雖兩者帳面上也有7萬架差 但後續維修使用的成本更加龐大 別用低價篩選廠商 景文物業管理董事長郭基指成分析 民眾在買機械車位前要先考量之後 可能會帶來的問題 機械停車位的缺點包含使用便利性低 經常性等待有故障可能 管理維護修繕成本高 通常涉及多位使用人容易產生意見不合協調困難 而機械車位經常發生故障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 北市獨法局曾表示 除了保養不確實操載 使用車輛未停定位、零件腐蝕或壽命到期以外 為使用正常慢速方式 出入庫會使自車板移位或撞壞光電裝置 過度用力按壓按鈕開關也會造成內部接觸片變形 另外異物如老鼠、蟑螂、侵入控制板或安全開關 動作不確實都有可能發生故障意外 督發局指出 機械車位設備在檢查制度未建立前 製造種類會依各廠商製造而有所不同 建議機械停車位使用者 應請專業廠商依CNS國家標準檢查修改以符合標準及安全 假設真的發生故障民眾該如何冷靜處理 督發局指出 若遇到停電升降機故障把駕駛困在車廂內 可及時通報管理員接著通知負責的維護廠商或119消防單位來處理 以求解救 若駕駛無專門知識或技能切勿強行處理以免發生危險 馬上來關心今天的精選新聞 首先來看到國泰房地產指數報告指出 台南雖然整體房市較為樂弱 但仍然被點名為賣壓大的風險區 對此台南市不動產開發工會理事長郭建志認為 台南市2022年申報開工戶數達到1.8萬戶 創歷史新高而今年面臨3年前預售推案交屋潮 台南整個市場可能價格會有點亂 新一代八點島男神砸4000萬打造質感宅 裝潢省前竟然是靠婚紗罩 有新一代八點島男神支撐的藝人余秉諺 豪砸3000萬在新北市臨口買房 很多有人到訪第一反應都說很像樣品屋 其中大理石餐桌旁牆上放著余秉諺夫婦的大幅婚紗罩 畫面與家中很和諧 但余秉諺笑說其實是為了省去牆面的裝潢費用 小衣服婚紗罩的空間就差很多 最後來看到平均地權條例修法的最新動態 平均地權條例修法各界持續關注2日內政部部務會報後 內政部長林宥昌提到相關執法預計今年4月份會完成 若一切進度順利就如內政部政務次長花敬群所說 預計今年上半年將正式上路實施 今天的買房賣房我想問有網友提問 大家會多抓一點裝潢費讓居住品質更好 還是將錢投在買房的總價中 有網友回應看你的預算準備永久居住就裝潢好一點 也有網友回覆我選總價 裝潢有很多方式可以做的價格比較可控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房市內容 歡迎點擊下方資訊欄裡的連結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請不要忘記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我們下次再見 graves 友好 USB 器